沒有啦,我們這個 建國其實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其實就是一念之間而已 對不對 真的啊,這個比什麼都還簡單 比你這邊上街頭喊口號都還簡單多 就是一念之間而已 你就可以建國了 但是那個一念之間 就是這麼難 就是很奇怪 所以我一直致力於 要怎麼樣開發大家的腦部 小哥你講話的內容 跟馬英九記者會有感覺有點像 沒有啦,就是沒有解放嘛 沒有解放 大家就要來這邊解放一下 對啊,我們就是沒有解放 很多人像蔡教授 或很多以前的先行先烈 都是用觀念灌輸 一定用很多理論 用很多的 各式各樣的主義 從頭到尾灌輸你歷史 這樣子 來重新的讓你的腦部 這樣子 像我們左團是 覺得說 我們要從生理的部分 先從身體的解放 然後轉換成腦部的解放 這樣子 沒有說 像我們 我們樂團的主張 你看嘛,像科羅拉多 美國都 好幾周在開放大麻了 大麻 對啊,就是解放啊 喝酒嘛 對不對 嗨嘛 要嗨 打手槍嘛 對不對 要鬆啊 對不對 沒有 手槍打完 如果 肩膀有一點 收肥 不然就開招呼啊 對不對 都轉一下 看看 你看看 怪膠 怪膠 出來 就是從身體的解放 然後達到你心裡的解放 欸 覺得看 這人好像應該要 這樣才會爽啊 對不對 不要每天被壓抑住 對啊 我講的是有道理的啊 欸 你不要以為孫中山啊 以前我們 中華民國的國父啊 孫中山 孫中山都會開招呼啊 對不對 我們大哥來講一下 真的 他來臺灣 那是日本統帝的來臺灣 都也是我們來在 延平平路的那些 那些 美其民叫做 美其民叫做什麼 號召同志啦 對啦 來這邊聯絡同志啦 也都照片上廣告 美其民叫做聯絡同志 為了這個革命事業在奔波 對不對 他們現在都是在 來這裡埋春 對啊 他最愛吃幼稚的啊 這個 這個有國際認證 這是真的 你自己告訴的 而且這是他自己說的 孫中山自己說的 他這輩子最喜歡兩件事 一個就是革命 一個就是女人 對啊 啊 到處都有私生子 日本也有 都是都有 真的啊 因為那時候 他就是 他就是這樣才會嗨啊 對啊 可是最後 以前的革命限定這個七十二列 是不是 他怎麼打 打梁光總督府 對不對 怎麼打 幹 比現在的認證 他就要報名了 我們現在是在那 要不就退場了 什麼全數位 說 你現在是梁光總督府衝你 請了 怎麼打 先煮一個鴉片 是不是更大麻 他說是鴉片 先打兩罐鴉片 所以我們這邊大家都要抽一下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對啊 國民黨都叫我們 要效法先嫌先烈 對不對 對不對 法國人的效法先嫌先烈 就是這樣 真的 的確這樣才會有效 真的 我感覺是這樣 我是 我們從 從這個 身體的部分 解放大家 所以大家要聽嗨歌 聽電音的 喔 要去 去Party 對 三不五時 要去春仔 Party一下 對 對啊 不要壓抑嘛 你看這位同學這麼壓抑 這樣 剛剛好幾位同學都很壓抑 對啊 不可以這樣 對 要自己感覺到自己 是一個 之所以成為一個人 對不對 我們不能 這 這才是 對不對 要自由自在的 喔 你就會 一轉音之間 你就啃 本來台灣要抖你 本來台灣要抖你 本來就是台灣人啦 本來就是台灣人啦 本來就是這樣啦 好 那我們接下來時間可以開始 Cue 我們的那個 一開始的安裝 那個3P大部件